哈喽 晚上好 我们是局委会的 哈喽 有人在家吗 在家吗 他在家 他就睡着了 他里面房间有灯 你跟他讲也对吗 他走下去就是过对面 如果那边有毒马的话他会去 要不然就很难 自更有传染力的冠病变种毒株 传入我国以来 政府一直在极力呼吁我国年长者去接种疫苗 可是最新的数据显示 70岁以上的年长者去接种疫苗的 只占大约71% 是所有年龄层中比率最低的 那么剩下的年长者为什么不肯接种疫苗 他们有何顾虑 今天早报SG 就随着平安律局委会的义工团队 一起去探个究竟 那么KJ 今天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的义工团队到底有什么计划 我们去探访的这些年长者 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 今天我们的计划是去探访大牌43 还有42座的70岁以上的年长者 或者他们的家庭 就是劝他们去打疫苗 好可以那我们就坐进去和他们聊聊 好请 哈喽 晚上好 我想请问你们打的疫苗没有 没有 还没有啊为什么呢 我皮肤敏感 皮肤敏感啊 不用紧啊 现在皮肤敏感都是可以打啊 他都不要打了 哦为什么呢 他就看医生 已经说他老老了啦 不要找那个疫苗 他根本发他也不要打了 不用紧啊 所以因为疫苗老人都是可以打 现在很多都是年长者 已经去打了那个疫苗嘛 都没有事情 因为现在有我们的现在对吗 有那个啊 流动的医生啊 那个啊 打疫苗的团队 会会在下星期五 八六里 在那边啊 对在43座下面 那个啊 居委会那边 是不要排队的 可能挖50 所以不要排队 啊不用排队 直接去那边打 啊直接可以过去那边打 哈喽 晚上好 我们是居委会的 啊 我们想请问一下哦 他打了疫苗没有啊 他不打 讲的不听 他也不在 他不在 我也没办法帮你 你跟他讲对吗 他走上去 就是啊 过对面 如果那边有的毒马的话 他会去 要不然就很难 Mr.Ong有在见吗 在睡觉 在讲 他在讲 他就睡着了 他里面房间有灯 哈喽 晚上好 有人在家吗 房间有灯 庭面有灯 庭面有灯 哈喽 哈喽 是不是在躲你们 不躲咧 哈喽 我们是联络所这边的义工 你们上次来走的时候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很多人不隐瞒 会啊 尤其是现在是最最危险的这些老人会 年长整会比较难啊 其实我只是想问啊 为什么你这么迟了还没有去注射 没有去打疫苗呢 因为我很 很多种病啊 哦 有那个 小板啊 红石球 皮啊 我吃那个药不贵 但是的话因为 我们的医生会来自你对吗 你可以把你的药什么带去给医生 再看一下 我记得时候我拿药去给他看 可以打不可以打不可以打 我可以打 路里安 哦 你会跑啊 阿伯 但是这些人可以跑啊 可以跑啊 可以跑啊 路里边啊 英国啊 他姓来嘛 去过三十五个 三十五个 你会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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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我会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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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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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KJ 感觉上真的很不容易啊 你们的工作 我们今天走访的九户人家 多数都没有应能 这是你们普遍遇到的情况吗 啊 对 这个情况是蛮普遍的 因为我们做家房的时候 对 我们不知道那户人家也没有在家 或者他们已经睡着了 他们 可能就是不应能 那你们这两个星期 已经走遍了这整个社区 对吗 总共去走访了几户人家 成功率大概是怎样呢 啊 我们是走完了大概是十 十座 啊 大概是三百多户的人家 嗯 成功率的话 平均大概是每十户 有六户 他们说愿意 啊 去啊 那接种疫苗 或者去找医生自行 他们可不可以啊 这种疫苗是因为他们 病情的关系 哇那听起来还让我比较欣慰啊 毕竟是六 百仙 因为今天我觉得我们的成功率好像 应该是二三十百仙 今天是比较比较低一点 对对 感觉上我们啊 最重要的是要消除老人家的 这些顾虑了 对吗 我们也是会跟他说是那 疫苗已经是证明了是安全 所以有在观看我们视频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你们如果还有认识的年长者还没有注射疫苗 也请你们去帮忙去安抚他们 多鼓励他们去接种疫苗 尤其是在本地疫情恶化之际 所以这不只是在保护他们 也是在保护他们的家人 还有保护我们的整个社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